这个是中国地质大学鉴定机构证书 这个是中国地质大学的话 这个证书对于Mira来讲是非常有权威的 而且像做这种一般消费者拿去做地大证书的话 这种108颗的比单租的还要贵 没有记错的话一条 一般和台币证书大概一条要大概两千块左右 那当然这透过琥珀市场啊 他们深圳松港的Mira市场的合作商家去送的话 就会比较便宜 这个的话就是委托人帮我送的 好那一图一证吧 这个证书的话都可以上去查的 就是你直接输入中国地质大学 上他们网站上面输入这个序号就可以查了 流动文 韩神的话这一串的话是55.57克 那这一条的话是震儿八经的西亚回流老辣 它不是烤色的哦 呃这是真的是西亚回流了 百年以上历史的老辣 嗯 一方面烤色的水烤色的部分的话不 你看看这个橘皮纹 那我们直接看品相吧 看一下这个橘皮纹 对 我在玩老辣的部分的话 橘皮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那每一颗的 而且它这个辣质的部分的话 本身就都很好 看这个辣 辣花 看这个辣花 好每一颗的辣花的部分都很实很浓 然后每一颗的话我们拿远看 非常的油 非常的油 打进看打进看都感觉到快 就是没有盘 从袋子里面拿出来的 你拿进看的话都已经觉得它快滴出油了 感觉你掐它感觉你捏它 都可以挤出油的感觉 非常的油润 这个盘盘一下的话就会非常的油润了 最主要是它这个 这个辣子啊 这个辣子 这个橘皮纹啊 感觉就像 鸿鱼烟的鸡肉一样 超美的 看一下这风化的橘皮纹 每一颗 而且这是全品的 一条全品的老辣 基本上 就是密满 辣实 然后几乎没有黑点 几乎看不到黑点 而且是全品金弓 金弓老型 金弓的意思就是它每一颗的大小 几乎一模一样 误差不会超过0.1 误差不会超过0.1 每一颗的珠子大小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血破 照灯就知道了 怎么呢 它不是那种烤色的哦 这个是 这个现在打电 太亮了 好 写破 不是烤色的 烤色的话打子光灯没有 没有 不会呈现这种 霧模 那像这个的话也是天然的 米辣 打子光灯的部分的话是属于这种黄绿色绿模的 黄绿色模的 很好看吧 诶 我觉得我不打 不用开上面的灯 比较 比较好看 只是这黑底部分有点反光 看一下这边 真的每一颗都很油润 108颗 然后尺寸没有卡在9米 而且下面的部分附的这个地址珠啊 哇 也是一样 光是这个地址珠的 油画就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了 啊这种 西亚回流老辣 西亚回流的跟东欧回流的老辣呢 有一点差别 下次有遇到东欧回流的时候 手上有的时候再给你们对比一下 那西亚回流的老辣呢 因为天气的关系 东欧的天气跟西亚的天气 不一样嘛 所以变成是老辣 这个蜜蜜蜜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呢 它反出来的颜色色 就会不一样 我们在这边是慢慢转哦 慢慢转 然后慢慢看 我应该这样看 这个是真的很好看 这个 这个的话总共就是两条 这种东西药多也没有 药多也没有 这个腰 这个辣子真的都很腰耶 然后再加上这种油感 这种 这种油脂 这种盘下就很漂亮了 然后两条 因为有人在问108嘛 所以我就先拿一条出来 然后另外一条 这个辣子这个大小真的很像 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拆3组 就是想说 嗯 一些姐姐妹妹也如果想要 这种辣子的 因为这种辣子 这种老辣 西亚有老辣 这个品相这种辣子的话 这种油度的话也很难得 这种全品的 基本上没有黑点的 就想到时候要不要拆 可能几颗几颗单柱这样的卖 但是有点可惜啦 这个拆了就有点可惜 反正就先拿一条出来卖吧 真好看 真好看